针对文字与资料的进阶相关范例做练习 然后大家这个期中考试 考的基本上也还算蛮不错的 如果看得出来基本上只要你有准备 那程式打出来应该没什么 而且甚至有些同学 就是还有把其他题目给做完 理论上如果你两题都有做 那我就给 曾卓会给你加个分数 基本上大家就把我指定的单数或双数题做出来 其实就可以了 那今天的话我们接下来继续再来看 这个第五个单元 这个范例档里面请各位找到那个检视与参照这部分 检视与参照我们大概在期中到期末这段时间 我们主要是针对这些来做说明 那主要这些题目的用途 就是帮我们查询资料用的 也就是如果你今天 你希望在e-sale里面不是突发链钢 不是自己在那边慢慢去找资料的话 查询资料的话 那你就有必要对于这个单元 有一定的了解 否则的话你那个效率实在会太低落 那现在很多很多地方基本上都会要求是你一定要会这种基本的像e-sale的函数啦 那甚至呢 现在很多公司直接就要求你一定要会写程式 也就是你们将来面试的时候 可能会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你有没有程式的这个专业 将来呢就会关系到你将来的工作性质 甚至你有没有能不能进到那家公司去 有的时候就是有关键的一个技能 OK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丢了一堆履历之后没有回应 那有些人呢根本不用丢履历啦 可能履历打开哇不得了 大家就纷纷就来找你 OK那其实主要几个原因啦 第一个当然文凭是需要的啦 只是说现在文凭慢慢大家都有了 那再来就看说你会不会其他相关的技能 那这个主要的技能当然不外乎 各位应该都知道 现在最基本上语言这应该没有问题 比如你英文程度应该至少也不能太差 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相关的 像资讯相关的素养 资讯相关素养大家应该也会用啦 像手机啦平板啦电脑啊网络啊 这些应该大家都会用 已经算是基本的尝试 可是你是不是能够做一些事情 就是一些相关技能可以帮忙公司解决问题 不是解决问题哦 还可以帮公司快速的马上的 就是把需要知道的讯息相关的资料全部整理好 而不是说呢 今天你的老板交付一个事情给你哦 结果你做半天 然后呢 最后你他跟你要资料 结果你还要跟他一直拖拖 那当然不是说你偷懒啊 可能就是说有用对方法跟用错方法 其实结果应该是完全全的不一样 那也就经过我们前面几个案例 大家应该都可以了解 会写程式跟不会写程式 其实落差相当大 尤其是你资料量越大的时候 那个差距也就越遥远 那当然因为现在所有的公司行号啊 政府机关都已经电脑化电子化了 所以也就是说将来的资料成长的速度啊 远远会超过你能想象的 也就是说现在所有的资料啊 都一定会输入到电脑 那当资料都输入到电脑之后的话 那当然啊 这个问题就来了 你怎么样可以快速在电脑里面解决问题 OK 基本上很多时候都会输入到Excel 如果你要输入到Excel的话呢 那当然第一个 你要对Excel的函数有一定了解 第二个的话 你可能也会需要用VBA来解决那个重复性的工作 那比如说我们接下来 举一些案 这个范例让各位了解 我们第一个 先举一个比较简单的 我们先从简单的开始好了 比如说 请各位开启 那个 检视与参照里面的最后一题 计算年龄 与用那个VLOOK VLOOK函数 这个VLOOK函数的话 指的就是什么 查询函数 那比如说呢 这边有几道题 第一个 第一个 先查年龄 年龄部分的话怎么查 OK 怎么知道它的年龄 第二个的话呢 这一题最主要就是 第一个问题就 这个年龄嘛 第二个的话呢 这边切过来的话 有一个所谓的 开始 这个结束的日期 主要关键是这个地方 那这个稍微跟各位解释一下 这个地方结束日期到底要什么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所谓的那个什么 班级代号 那这个班级代号的话呢 基本上讯息是放哪里 放这里 叫开课的班别 OK 这边有个开课班别 那也就是说我今天的需求 比如说这个C04 那你必须要在这边 班级代号里面 找到这边有没有开班级代号 有 C04 原来C04指的是哪一个班呢 叫网页 网页 这个制作班 那它的时数呢 是 30个小时 那一般的话呢 一周 通常这种 这个这个推广部啦 或者是补习班 一般呢 一个 一周是上三个小时 也就是说30个小时呢 就是必须除以3周 等于等于10周之后 那也就是说呢 这个 这个最后的话呢 我们是会得到什么 得到这个课程的时数 30 然后呢 除以3周的话 知道有10周啦 一直说10周之后 那也就是说呢 开课班别 这个结束日期呢 应该是这一天 开始 这个算第一周 第一周之后的话呢 10周 第一周第二周 一直到第10周 就是所谓的结束日期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计算 诶 10周 那10周到一周 一周的话是7天哦 也就是说呢 我需要 在这个日期之后 再把它怎么样 再加上 这个 呃 10周 10周的话是70天啊 不过特别注意哦 因为呢 开课这一天 已经算第一周了 那第一周 你不能算进去 所以其实应该是9周之后 所以也就是说啊 这一天 再加上7 1乘以9 63天 也就是63天之后的结果 那当然 如果你用人工的方式这样 等于什么 这边等于 等于这个日期 加上63天之后 打个勾 OK 就是9月4号 OK就是9月4号 就是这个日期 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你今天要做这件事情 你每个都要用看的 比如说 C104搞定了 再来就103 103的话 103 103在这里 OK 这个也是 刚好这个是30 所以也是再加上63 那如果是60的话呢 当然就另外的规则了 OK 你再来 就是再来切过来 你总不可能说 这个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日期 再加上 什么63 OK 那如果说 你们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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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补教 假设这个 这个推广部好了 推广部 课程非常多的话 那你不是每次都 为了要计算这个事情的话 可能要花非常多时间 那有没有办法 快速的把这件事情 给做完 OK 这个就是问题点 怎么样快速做完 那这边你可能 至少要学会 学会什么呢 第一个 如何利用什么呢 利用刚刚讲的 一个叫Virus函数 用 开课的这个 什么 班别代号 去哪边查 去这里面查 查什么呢 查他的 时数过来 课程时数 然后呢 把这个课程时数 什么 除以3 除以3之后的话呢 再把它减掉第一周 因为第一周不算 再乘上7 就是我们要的 这个 那个数字 最后再把它 跟 什么呢 前面这个日期相加 就可以得到结果 我今天这个地方 我是希望用公式来完成 不是用什么 用人工的方式 所以我们这边讲的都不是用土法链钢 也就是你们将来 到了这个外面上班的话 基本上没有人叫你用土法链钢 也就是你要想方法 快速的完成这件事情 当然老板也不会管说你用什么方法 反正你用函数 产生的公式 或者用VBA写那也更好 如果你可以用VBA把这个结果写出来是更好的 至于要怎么做 请各位想想看 那待会我们会针对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计算年龄 如何计算结束日期 这两个问题分别跟各位做说明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